大家好,我们看看秦刚啊,这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已经二十多天没露面了啊,是吧,我给他,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啊,我说外交部长迎来送往,躺在病床,等待灭亡,是吧,你这外交部长你得迎来送往啊,你不出来哪行啊,是吧, 这是他的夫人啊,这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说是林妍女士,担任过日本瑞穗,瑞是瑞士吗,穗是广州吗,说他夫人是福建人啊,有人说啊,谁知道呢,反正姓林的,是吧,这个,陈林半天下,黄正排满街,在福建反正姓林的多, 林是第一大姓,陈是第二大姓,到了台湾,陈是第一,林是第二,反正姓林的就是福建人啊,那边比较多 担任过日本瑞穗,瑞士和广州吗,是吧,广州不叫穗吗,五阳城,国际基金,还有美国的NGO,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全球治理这种词怎么像中国的词啊,是吧,也许这就是中国官方搞的,像中国官方,像什么什么,杨岚的老公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杨岚现任的老公说是个特务,那是个胖子,吴曾,吴征,不是搞那什么查哈尔学会,是吧,总参三部搞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吧,在那朝阳区民族园, 西路,是吧,全球治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为中国政府,你看,哎,他就是,就是外交部搞的,或者也许就专门量身定做,就为这个部长夫人林延搞的,虽然他原来不是部长,那也是副部长啊,驻美大使啊,是吧,这就是白手套啊,就是让他们挣钱,给你们点机会,是吧,就是,让你挣,为中国政府及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就是那些大公司呗,想挣钱的,想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承担各种的调研,调查研究,顾问,可持续发展咨询,国际会议发言,哎,你看他们懂这个,他们有这个懂语言的, 也懂这个国际规则的,国际交往的,还有媒体对话等工作,他还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还有港大,香港大学,还有北大,新加坡这个南洋理工大,还有新加坡的什么南华早报吧,南华早报是香港的啊,新加坡什么联合晚报,叫联合什么,是吧,很多东西, 还有一个学者,叫什么郑永年,你一看他们都是大陆人,可能取得新加坡国籍了,为中国政府说话,是吧,新加坡也被渗透的很厉害,港大,北大,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就这位啊, 现在还有人说这个外交部有一老干部,当过这个部长助理的,也当过政治部工作组组长,实际上就政治部主任的,一个叫林忠的一个老头,说是这个林延的父亲,也就是说是秦刚他老丈人,我们看看啊,查一查 林忠,外交部,这有一个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你看, 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外交部长还是秦刚啊,没动啊,是吧,你看,秦刚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是吧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向东盟,中国,雅加达论坛,致信,是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萨西尔,后来就没信了 还是这些人 我们找一下那个林忠的材料啊,林忠 林忠又说是河北人 这儿,这儿有外交部历任的副部长及部长助理 是吧,这个在中国外交人物这一栏里 你看有曹春庚 有陈嘉康,陈建,陈晓东,陈欣仁,陈国平,崔天凯,戴炳国,樊作凯,福浩,傅颖,傅颖是女的,蒙古族,耿彪,山西人,是吧,龚达飞,龚鹏,这位龚鹏,龚鹏吧,龚鹏就是乔冠华的,原来的部长乔冠华的老婆啊,也就是乔冠华的老婆啊。 也当过副部长或者部长助理啊 李克冠,李克冠是个老特务啊 也当过那个那个副总参长吧 李金章,李耀文 李耀文是文化大革命军管来的,军代表 李耀文原来好像是当过海军的政委 廖成志 廖成志在海外的华人 包括跟国民党搞统战 他是有一定的优势 然后林中 刘海兴,刘华秋,刘谷昌,刘建超,刘介一 刘建超我见过 刘建超当发言人的时候 我跟他聊个天 他是吉林人 现在他升官了 到那哪去了 到那个那个中联部当部长去了 看看林中现在还活着呢 这老头活102了 是吧 如果是你看看秦 秦刚是1966年生的吧 那如果他老婆 我们假设跟他同岁 是吧 他不会年龄差太多吧 那1966 那么如果是这老头生了那个秦刚的老婆林炎 那那会儿这老头也都45了 45生孩子也正常吧 外交部部长助理 78年到82年 就是四年半 徐水人 河北徐水是保定地区 就是你从北京 然后那个那个去保定的路上 就经过徐水 38年6月参加革命 那38年 这就叫所谓的38干部 38干部就是抗战干部 抗日干部 就是38干部 是吧 如果你说长征干部 就是指的老红军 38干部就是老八路 解放干部 就是跟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以后的 然后到1949年10月1号之前的都算离休干部 49年10月1号以后的 那你就叫退休了 他在徐水 也在义县 也在定性县 这仨县都是 这仨县都是保定的 在查哈尔青年团 任抗联会的分队长 那查哈尔那就不是这边了 那就是张家口那边了 那边属于查哈尔还当过主任组织部长 45年到49年当过 异县和定性县的县长 49年的4月到52年的1月 他是这个共青团的查哈尔省委第一副书记 查哈尔就是张家口一部分 叫查南 还有内蒙古的乌兰查部一部分 叫查北 省会的张家口 那他不是最早的调外交部的那批人 最早的就是49年底 50年初 像杨岐良他们就调到外交部了 还有什么韩念龙啊 还有什么那些人 我想都有谁 耿彪啊 鸡鹏飞啊 原来都是当兵的嘛 52年到54年 他是宣化市委副书记 宣化他是属于张家口市的一个区啊 宣化区啊 宣化有一个解放军的炮兵学院 炮院啊 我还被几个骗子 自称是宣化炮院的给骗过钱呢 54年到58年 外交部啊 那就54年调到外交部的 54年底 外交部人事司的专员 副司长 58年到59年 有一段时间他去离职学习了 没说去哪学习啊 是外交学院啊 是中央党校啊 北大清华啊 没说 一个短讯吧 大概十个月啊 估计文化水平不高吧 去学学 59年到62年 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 62年到64年 干了不到两年 匈牙利的参赞 那会儿主要就是跟东欧有外交关系 西方都是不承认中国的 不承认大陆吧 那都是跟台湾建交的 64年到69年 保加利亚参赞 那就是在索菲亚 匈牙利就是布达佩斯 69年到71年 阿尔巴尼亚 就是蒂拉纳参赞 71年到75年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就住阿尔及尔嘛 大使 75年到77年 莫桑比克 干了不到两年 在莫桑比克 我有个同学 他爸 可能是学葡萄牙语的 就是莫桑比克的 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的 五官处的五官 也是河北人 河北南宫县人 他儿子现在在日本 定居日本好多年了 娶了个日本媳妇 后来离婚了 77年到78年 外交部政治部工作组组长 那就是政治部主任了 差不多 78年到82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 兼政治部主任 不党组成员 这就算不领导 不将班的成员了 刚才他们那个里边 对 刚才说那个什么 历任的部长 助理 副部长 如果是不党组成员的话 那还应该有 乔冠华的儿子 乔宗怀呢 但是那个算党务系统的 82年到85年 在意大利干了三年 86年离休 这老头现在还活着呢 离休多少年了 他65岁离子休吧 21年生的吧 那老头 对吧 这离休了 又活了37年了 这老头真能活 是吧 每个月拿好几万 住着公家的房子 是吧 住着全民财富 给他们提供的房子 好吧 就聊到这儿 同个月 就去数据 三年 明天